好 我们透过这个食物你可以看 我们每到这个时间点 就是在做这个食物的转换 食物的转换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 真正的在这个大方等五想经里面 有提到就是说 以现在过去的古智到现在的时间当中 我们怎么去做一个最好的一个区分 所以我们日中一时 日中一时 就是一整天当中 明相出之后 一般中国人或者是全世界认为早餐好 但是我们可以了解到 什么是好的食物 也就是要有吃对时间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将这个时间来做调整 那你们可以关注我们 那我们有更精辟的精准的来分享 也希望你能够透过这个方法来学习正确的 真正的达到有这个好的肉体 这个肉体虽然事件是假的 这个肉体也是假的 可是太真了 所以我们无法理解 所以我们透过这些食物来做最好的诠释 来将佛法真正的彰显在人的生活之中 也祈愿你能够好好的来关注 好好的关注 那我们在台湾 在台东 在我们的永明佛事 我们感恩佛的慈悲 让我们越深入 越能够真正的呢 将这个假的 更能够顺服 也就是你们俗称说的 绝对不敢骄傲 更不敢呢 将所有的一切 认为是自己所赚所拥有的 这个都是太肤浅了 祈愿这顿饭 让我们真正的能够拥有健康 从观念70% 30%的物质了 现在是在台湾 我们如何降大自然的食物 这些都是食物 来滋养我们的摄身 滋养我们的摄身 我们的摄身